沙巴乌统和土团党经过了一番谈判后 首席部长人选终于有了定案 他们一致推举沙巴国盟主席 兼苏拉曼州议员纳杜斯里哈芝芝为新一任首长 沙巴州元首府上午发出文告 明早10点30分将会举行首长宣誓就职仪式 Barisan National, Perikatan National dan PBS telah pun bersetuju bersama-sama untuk kita membentuk kerajaan negeri yang baru kami telah bersetuju sebelah suara bahwa mereka telah menamakan saya sebagai ketua menteri 就在周元首府宣布 明天星期二上午10点30分 举行首长宣誓就职仪式之后 沙巴人民联盟中午召开记者会 宣布该联盟一致提名他出任新首长 而内阁阵容也将在就职礼后宣布 尽管国阵主席阿莫扎西一再重申 首长人选必须是沙巴巫统主席 拿都斯里帮莫达 巫统绝不退让 但帮莫达本身却也现身记者会 支持哈芝芝 邦莫达承诺 沙巴人民联盟领导的新州政府 不会玩弄政治 而是着重于解决沙巴所面对的问题 照顾人民福祉 在场领袖包括沙巴丽星 民党主席拿都杰菲里 土团党沙巴州总秘书拿都加西加新 以及其他州议员 沙巴人民联盟刚在过去的州选 赢得了38席 同时获得三名独立议员支持 以41席成为沙巴悉尼界政府 马兴社电视采访报道 是的 沙巴人民联盟推举哈芝芝 为唯一的首长人选之后 沙巴州元首下午召见了哈芝芝 哈芝芝在下午3点55分 抵达州元首府 州元首府办公室 较后释出了州元首敦祖哈 和哈芝芝相见的画面 哈芝芝从敦祖哈手上 接过首长委任通知 以及邀请函 以出席明天早上10点30分举行的 第16届沙巴首席部长宣誓就职一事 另一方面 明星党阵营的州议员 也在下午抵达了明星党主席 纳德斯里沙菲奕的私底开会 根据驻守在当地的媒体报道 明星党阵营的州议员计划 签署法定声明 以对沙菲奕表达支持 可是暂时不清楚 签署法定声明的 州议员人数有多少 沙菲奕在住家门口 向媒体发表简短谈话 表明明星党阵营 将会继续服务沙巴子民 以及感谢民众对 明星党的支持 OK OK Sco 好